接下来咱们来说点别的 说什么呢 就是我们当前这个RDD 你封装逻辑 这个把它分成几个 缩减数据规模 这个简单 但是你的这个SUM这个东西 RDD封装这个SUM 那问题就来了 如果这个逻辑比较复杂 怎么办呀 同学们 你不是要封装我们的计算逻辑吗 那如果这个逻辑非常复杂 怎么办 你说那无所谓 你封装复杂 反正用就完了 对不对 但是我就问同学们 假设举个例子 同学们 假设咱们举个例子 咱们举个什么例子呢 我现在想让大家实现一个功能 什么功能啊 同学们来啊 我在这里面我们加个test 我想实现一个 你给我个字符串 张三李四宝五 我把手写字母取出来 变成大写 这个功能怎么做 大家想一想 给你个字符串 张三李四宝五全是小写的 但是我需要有一个功能 你要封装去执行一下 把手写字母取出来 把它变成我们的大写 那所以这里来 我们点击它 那咱们点击我们的new 创建一个它 咱们写上一个是 然后呢 创建一个class 创建完成以后 写上一个man 然后呢 干什么呢 我说过了 咱们现在想这样的 我们的in输入 我们说了是我们的张三 然后呢 我们的李四 然后呢 我们的王五 这是我的张三李四宝五 但是我说了 咱们想通过封装实现一个功能 这个功能就是把你传过来的这个张三 它的手写字母变成大写 然后返回 然后呢 我们返回 那传过来李四的话 那么就把手写字母变成大写返回 把王五呢 手写字母变成大写返回 我想实现这个功能 大家想这个功能你咋做 你怎么做 你怎么做 那现在我就写上一下呗 首先第一个 我们现在给个什么东西啊 叫arrase 咱们叫做.r 咱们叫add list 咱们就叫张三 然后呢 就叫李四 然后呢 咱们就叫王五 就是把数据给我准备好 你把数据准备好以后 点一下VR回车 你得到了一个我们的list 咱们就叫names吧 咱们就叫names 然后干嘛呢 我把每个名称我便利一下 所以点我们for循环 把它便利一下 便利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为了得到一个新的名字 手写字母变成大写 所以咱们想它叫使军 new name新名称 然后呢 我要xxxx 然后点把name给我传进去 传进去以后 得到一个新的名称 然后我打印新的名称 就这么简单 也说只要你把这个xxxx封装好了 完成 这个事就算解决了 那你要封装好的话 那我就写上一个permate 咱们的steady 写上一个他 你的目的是为了将我的数据的手写字母 咱们就叫header 头 就叫头 干嘛呢 你要把它变成大写 那就叫upper case 或者就叫upper就完事了 所以咱们这么写 那这么写了以后 啥意思啊 我就在这传一个叫使军name 然后呢 return 我们xxxx 或者就直接这么写 写完了以后 那你把这个hider upper 你把这个放过来 你这样写就完成了 这就是我们基本想做封装的一种思路 可是问题在于怎么实现这个功能啊 同学们 你循环便利 把张三传给你 你怎么能够让他得到它 然后呢 把理事传给你 你怎么能得到它 把王伍传给你 你怎么能得到它呢 大家怎么做 这个应该不难吧 为什么说不难呢 那就是因为这个很简单 你把手写字母先取出来啊 那所以说 你们应该学过叫name. 叫sava string 0.1吧 0.1是不是截取它的第一个 对吧 然后我们把第一个给它变成大写 是有一个专门的方法 叫做点 叫出upper case的 这个方法就能把小写变成大写吧 然后你再加上name.sava string 写个1就行了 后面不变 前面的手写字母变成大写 这就是我要的 我这么写就行了 那好 那我这么写行了以后 那么我们就运行一下 我就运行一下 那运行以后 咱们来看一看我们当前的结果 跟我要的是不是一致的 没错吧 我就要张三李四 把我的手写字母变成大写啊 这我对了 所以这个是没问题的 哎 老师 那这个东西没问题 那为什么咱们那个死军字母串 不把这个玩意封装到他的里面去呢 也就意味着 为什么不在死军这个类里面封装一下 把它放在里面 那我一掉就行 那多方便呀 对吧 就好比咱们这边啊 咱们有个沙巴死军 你看 他就封装了截取字母串 他就封装了连接字母串 他就封装了替换字母串 那你把咱们的这个功能 把它也给他放进去 这多方便呀 那大家想想 他为什么没这么干呀 大家想他为什么没这么干 为什么 那是因为 我们同学们 这个需求 或者说这个逻辑 是在任何场合都会用得上的吗 不是吧 他是在特殊场合特殊需求 才可能会用得上的逻辑 对不对 所以这种东西 你封装到了死军当中 那这个方法根本就 没有多少人会访问 对不对 访问的人就不多 那我封装的意义何在 记住啊 同学们 咱们什么时候会封装 是大家用的多 我前面讲过 把大家都可能用到的代码封装起来 形成工具类工具方法 那如果这个代码 我就明确告诉你 就一个人用 就一个人用 一个对象用 别人都不会用 我问你 你有必要封装吗 有没有 没有必要 就我一个人用 我封装什么方法封装 我直接写就完事了 下下是我也用 你也用 他也用 大家都在用 那好 我封装成个工具类 写一个方法 然后谁用 我谁掉就完事了 所以这是一种共通性的体现 而咱们的数据模型 就是共通性的操作 我为什么要提炼和抽取啊 因为我要把共通性的东西提炼出来 抽取出来 形成共通化的东西 所以数据模型 其实本质上是有一个共通的概念在里面的 但是你的这个功能 明显它不具备共通性 也不具备通用性 那所以就不可能在这个类当中给你添加好 懂我的意思吗 同学们 所以咱们制服串当中的这些方法 其实在很多的地方都可以用得上 所以我就直接给它封装好了 拿过去用就行了 那这个咱们要千万注意 而这个就明显不行 那这个为什么明显不行呢 就是因为他把大量的逻辑给它固定写死了 而逻辑写死的这样的东西就不具备通用性 为啥呢 你逻辑你能保证 咱们举个例子吧 我现在不想我们的手写字母变成小写的大写了 我想把变成小写你咋办吧 对不对 你会发现你有麻烦了 这个方法连用都不能用了 为啥我不是变大写了 我变小写了 那这个时候呢 就会导致你又得再写一个方法 所以它就不具备通用性 既然不具备通用性 肯定不能放在咱们数据模型当中 如果大家能明白这个事情的话 我们反过头来说咱们刚才这个地方 你能在这一个RDD当中 把它一个很复杂的逻辑给它封装吗 也就是说在这个RDD里面封装一个特别复杂的逻辑 能不能 不能 因为如果你封装了一个比较复杂的逻辑的话 它只在你这能用 在别的地方就用不了 所以啊 咱们这里需要给大家补充一下 什么东西呢 就是我们RDD啊 RDD的这个模型 它这个模型 它可以什么呢 它的这个模型可以封装啊 可以封 咱们叫封装 咱们数据的处理逻辑啊 但是这个逻辑 它不能太复杂 那太复杂 这就跟我们字符串一样 它有点类似于什么呢 类似于咱们的字符串 你字符串里面的那些方法 它都不复杂 它不可能把一个字符串处理复杂的东西 放在那个死去里面 不可能的 它一定是很简单的这个操作来做这个事情 那所以啊 我们RDD也跟它差不多 所以有的时候老师啊 这个RDD我不好学啊 告诉你其实很好学 你就把它当成字符串 这就完事了 它就是个字符串 它里面又有逻辑 它又能对数据做操作 那跟字符串有什么区别呢 没有区别 把它当成字符串就行了 好了 那说到这儿的以后 哎老师呀 那你刚才的这个地方说了 逻辑不能太复杂 可是我要想实现咱们的功能 那就得复杂呀 那你当前是怎么去做的呢 就像我们刚才写代码一样 我们代码当中写了一大串的方法 来实现这个逻辑 那么我们RDD应该怎么做 我告诉大家 RDD也应该这么做 也就是说 如果你把它当成 把这个使均当成RDD的话 其实它的写法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记住啊 同学们 我为了让大家好理解 我把这个代码呢 给它稍微改善一下 什么意思 我这么写 什么意思啊 记住啊 咱们叫做使均Name 叫Name.sava使均 然后写个0.1.2 我们叫什么呢 点 我们叫V2回车 回车以后 这个地方干嘛呢 我就叫做什么呢 叫S1 好了 然后呢 S1 咱们S1.2 我们叫什么呢 叫做2upper case 点一下 V2回车 这个叫S2 它叫S2 就是这样的 我没写上 回车 咱们回来 咱们叫S2 好 然后呢 我们写完以后 那接下来咱们再来 叫Name.我们的SavaStream 我们叫做1点一下 叫V2回车 回车以后 咱们回车 回车以后 这个呢 我们就叫做S3 好了 写完了以后 咱们的Return 咱们就叫什么呢 咱们就叫做 我们的S1 再加上我们 不对 我这个应该是S2 再加上什么东西啊 S3吧 所以咱们的代码 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咱就不要了 把它注掉 注掉以后 就意味着我们的代码 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好了 那我写完以后 我说过了 为了让大家好理解 如果为了让大家好理解的话 你把这个拷贝 拷贝过来以后 把它改成2 记住了 我们RDD是怎么实现的 跟这个就没有任何的区别 为什么呢 因为原理是一样的 你把它字符串改成RDD就可以了 你再把它改成RDD 再把它改成RDD 再把它改成RDD 就行了 那么也就意味着 我们RDD就跟字符串一样 你得把多个字符串的功能 组合在一块 来实现你要的功能 咱们这个地方呢 就是把多个字符串的功能 什么呢 组合在一块 这个字符串的substain 这个字符串的to uppercase 就是这个字符串的substain 把这几个字符串的功能 组合在一块 得到一个最终结果 而我们当前的Sport的RDD 它就用了同样的方式 所以咱们把这个地方 咱们住掉 住掉 住掉以后 咱们回过头来 我告诉大家 咱们的RDD RDD的功能 它什么呢 类似于咱们叫字符串的这个功能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需要通过 通过大量的什么呢 大量的RDD对象 它组合在一起 咱们叫组合在一起实现 咱们叫复杂的功能 咱们叫复杂的功能 这个大家千万注意了 不是说我拿一个RDD 把整个复杂的逻辑全写出来 不是的 我要拿多个RDD 组合在一块来实现这个功能 那么也就意味着 每个RDD的功能是很简单的 组合在一块就形成了复杂的逻辑 我不说了吗 你只要把字符串理解明白 这个难度就不大 你类比的来学就可以了 好了 这个我们说一下 谢谢大家